刚才知道底层的温度精英的视角 我们现在还是在成都 那说起来我这节目做了三整年 今天是8月29号 那三整年的时间有两年半 我在国内走了很多城市 然后开了一个小频道 叫半个中国系列 半个中国实际上呢 我走的地方是在中东部地区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那中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其实这里我就说到 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内地 什么是内地呢 我们以前在港片里面听过 就是内陆内地有这种叫法 叫女性甚至有点灭称叫北姑 内地 但实际上呢 不光香港有很多国内的一些 其他地方也叫 也有内地这种说法 比如说拉萨 我前两年去的一次 他也叫这边叫内地 比如说桑亚 我上个月还去了桑亚 那桑亚包括整个海南地区 他也叫这边叫内地 那内地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觉得这可能跟中国过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有关系 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那什么是内地 就是最核心的区块 最繁荣的地方 那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从北京开始 沿着中国的东南沿海 沿着中国的东面的海岸线 天津啊 然后下来就是像山东啊 河北有点山东啊 然后上海 浙江福建广东 然后再过来之后 就到我们这张地图上来了 南宁 贵阳 重庆成都 然后再上来 西安 然后再过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内地的概念 所以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不在这个圈城里面 基本上他的经济 跟这个圈城里面 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我到了藏江 藏江是一个有山有水有海 很好的一个地方 但它可惜就是什么 它不在内地的圈城里面 所以它再怎么样发展 还是会有天花板 因为你就不方便 你的物流 人才的流动 各方面都不方便 因为你到藏江来 北面是深圳 再往南走就没有了 就只剩下桑亚跟海口 对不对 你要这种三线城市 要发展的话就很 它会大量的人口会流失 人才就更不用说了 都会离开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东北要发展的 难度是很大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 那就说成都跟重庆 我现在在的这个成都 那成都这个地方 我待会会有线下活动 我跟大家看一下这边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是怎么评价的 包括成都的房价 我会去走访一下中介 这个后面我们再补上 那这里的话 我就说了一个 前面我说了一个概念 就是 中国经济有两级 一个长长角 一个珠长角 那第三级在哪里呢 可能第三级 就在成都跟重庆 成都跟重庆 有多少人 多远呢 只有310公里 那以中国高铁 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加上起步跟 到了时间短一点 正好一个小时 所以这是一个双 双子的城市 很厉害发展 而且它的这个 还有一些 非常大的有利因素 比如说人口 成余地区 有接近1.3亿的人口 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比如说武汉 当然今天疫情 那就更完蛋了 但它本身的人口 湖北只有6000万 加上它能够覆盖的河南信阳 一直到江西 一直到湖南 那湖南已经被广东覆盖过一次了 那难道你会选择武汉 而不选择深圳跟广州吗 那当然湖南呢 是首先选择珠三角 是吧 所以武汉能够覆盖的地方 是比较有限的 而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西安跟北京 它本身并不像一个经济 本身的方向 那有的朋友说 不对啊 北京是世界级的大都市 排名前几的 这么厉害呢 但它是依靠中国的 整个中国的供养 因为中国是权力这种模式 是一棵树的这种模式 那当然是首先滋养着北京 所以它不是经济本身有活力 经济本身有活力 就是长长角跟珠三角 第三级我觉得就是在成瑜地区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它的 这边特别爱消费 这边我点了 吃的东西都特别便宜 我十年前来 我朋友请我吃饭 冒菜 一大锅 像个火锅一样 多少钱 七块钱 那我这次来涨价了 大概涨了两三倍 但还是很便宜 只要十几二十块钱 十几块钱 里面啥都有 跟火锅差不多 这个价格是非常之低廉的 其他地方找不到 包括这边的穿A的牌照 好像也是排名第一吧 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大家都爱消费 这也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因素 当然地缘上面 我没有一个因素 我在新加坡做直播的时候 我们都说过 假如马六甲海峡被封 其实现在已经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南海现在紧张的局势 我们看一下现在这种情况 现在要搞内循环 什么是内循环 内循环就是成都跟重庆的机会 成都重庆背后有大量的腹地 如果粮食被禁运了 石油被禁运了 中西部地区的粮食跟石油 这些天然气 这些都是 都必须都从这边过来 而成都跟重庆 它有这么足够的体量 能够去接收这一切 而且西面还有广袤的 比如说 这个 Tibet 这个西藏 那这也是在地缘上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好处 我甚至觉得 我突然间发现 它可能都还没有真正的 完全融入 刚刚我们说了内地这个概念 还没有完全融入这里面 比如我们都知道 川菜跟粤菜 是中国最有名的两个菜系 这是说起来 川菜麻辣著称 这个粤菜是以营养原味著称 那粤语跟四川化 在中国的影响力 也是非常之庞大 一个一方面是人口 数量庞大 都是过亿的人口 甚至粤语还有海外的人口 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什么呢 它们制成一体的这种方式 因为饮食跟语言 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但我们现在到广州 我前两个月还去了一趟 现在基本上都说普通话 很少 粤语也可以听到 也蛮多 相比其他地方也很多 但是 如果你相比成都跟重庆来说 那就不算什么 因为我在这里 基本上 我估计35岁以上人 可能不太会说普通话 以至于有一个词叫川普 就是美国总统的那个川普 就川式的普通话 因为他这个普通话 离这个四川话 就离的本身也不远 于是他就混不清楚 特别是没有长时间 进行语言训练的人 受教育程度不是说那么高 语言训练不充足的人 他就搞不清楚 于是就有一个词叫川普 就是你这个搞不清楚 到底是普通话还是四川话 就是处在一种模糊的中间地带 但是粤语跟普通话差异很大 也可以叫粤谱吧 但是这里可以逐渐可以看到 实际上成余地区 还有巨大的开发空间 因为他普通话还没有完全普及呢 但不能叫没有普及 他本身也可以交流 我来交流也没啥问题 只不如大家听得认真一点 这只是说我从这个语言方面来判断 实际上成余地区还大有可为 融入更加融入的内地圈城里面 好的 我们这个片段 我就到成都的街头来走一走 就像成都那首歌里面唱的这样 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前面那个片段在偷懒了 同事去村西路拍得紧 那二线城市 成都当然是 我们看这位置其实是很偏的 我们看二线城市前面的这个高架桥 比较偏的位置有这么大的高架桥 这很明显的典型的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就难得有 就少 所以我们这个片段就说一下 这个成都的经济远期发展 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 就气候啊啥的问题 我就结合一下来的这几天 包括昨天晚上有线下的这个活动 跟好多位在成都生活了 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老居民 聊的 年轻人聊的 就是我们首先说大一点 接着刚才的这个内地的这个概念来说 就我在国内走了 差不多的有二十个二线城市了 差不多都覆盖过去了 最著名的城市 可能就有苏州没去过 但其他城市我差不多都去过 那我们先说房价吧 经济方面 在这么多二线城市里面 成都的房价可以说是非常之清明的 你不要去死拼非常好的位置 基本上一万多两万块钱之内 肯定可以解决 一万多块钱就能解决 而且不用太偏 但你想一下厦门的房价都有多高 你到岛外很偏的位置 都得一万多块钱 那有啥意义啊 对不对 那其他的就连武汉的房价都比这里要高 还有包括像南京也要比这里高 但是在经济活力上面 我觉得肯定是不如这里 人口这么庞大 西南重镇 我说了还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第三级 所以我觉得二线城市如果说 非要说投资的话 可能房价上面 成都可能机会还更大一些 包括重庆也机会也蛮大 那说到活力 预期这个概念 城市里面有一个例子很好 就我们现在 我经常我会说北上升 很少提广州 包括很多经济学家 包括就我们看了一般报纸 广州的这个出境率越来越低了 就他是在走下坡路 这其实个人公司 城市国家 你走下坡路 给人感觉就非常不爽 他就感觉到好像活力没有那么强 比如说老广一直说了 以前投资说一个铺养三代人 但这个就过于保守了 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候 你就死守的铺子 你可以换 我今天买这个铺子 明天换一个铺子 但是他没有这么强烈的这种 往前走的这个意识 包括广州可能在贸易的这个问题 已经出现了转换 以前是这种集装箱式的这种贸易 广交会的这种式的贸易 那现在变成阿里巴巴这种包裹式的贸易 那这种贸易方式已经变化了 然后广州这一块的影响力 基本上被杭州抢完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成 你一旦走了下坡路 给人感觉就不好 但是成都重庆这样的给人感觉 他是在走上坡路的 而且这个对比 其实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 还更有意思 比如说广州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面 包括香港特别拒绝普通话 好像说普通话的话 就是把整个地方文化都给吹长掉了 但是成都好像没有这么强的概念 虽然说他们这边现在的现实情况是 广州已经都说普通话了这两年 但是中间有好几年是非常挣扎的 大家觉得政府在强力的推进 是一种文化 像文化清算一样 就搞了 挣扎了好多年 最后还是 还是打开双臂迎接 但是成都这边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四川话 哎呀 如果你想跟我说普通话 我就跟你说普通话 我就这样感觉 就是来这么天 这边的 包括电源啊 普通打交道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啊 广州以前经济是非常强的 大家都依赖广州 但是所以这样的话 他也比较排斥 但是这边他 他本身就很弱呀 我愿意接受普通话呀 所以这也是什么 他未来前景还非常的大 因为大家还在说四川话呀 什么意思 广州都已经开始 那么拒绝都已经开始说普通话了 这边这么拥抱普通话 但大家还在说四川话 什么意思 现在他特别有活力 他要去迎接拥抱内地的经济 现在内地还来不及去拥抱他 但是现在机会来了 内循环了嘛 对不对 东边出不去 东边都是海被第一岛链锁住了 美国天天在外 在第一岛链游来游去呢 所以现在正是成都重新 重新回到 不是重新回到 努力张开双臂迎接 这个内地经济的时候 变成经济第三级的时候 让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四川话 迅速的变成普通话 然后更好的拥抱 其实说四川话也能听懂 但是还是不一样 还是要往这方面走得更深远一点 所以这个对比啊 其实也蛮有意思 因为什么呢 其实广州跟这边 有时候 还有一个吃的问题 也很好对比 吃的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 广州的话就很比较清淡 比较讲究营养 比较讲究食材 这个的话 我觉得也是富裕的表现 有钱时间长了 当然讲究实的 这个健康 但这边的话 还是冲着一个味道 要这个味道 但我觉得这跟气候也有关系 你说这种 冬天不是特别冷的情况下 你开空调有点浪费 也没那个必要 没有下雪 其实吃个火锅 就能抵御寒冷了 喝点酒 吃个火锅 就能抵御寒冷了 那当然了 这个窗菜月菜 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 都比我更熟 我就绕过去 那还有就是 为什么突然间 把广州给拉出来 因为现在国内 很多二线城市 它开始竞争 国内所谓第四层的概念 实际上现在来看 目前来看 不说远期 广州永远 绝对是第三第四 应该说第四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一旦说到预期 未来十年 未来二十年 广州能不能真的保住第四 我觉得这个 还真的不好说 所以像杭州 像成都 它可能全面指标 是赶不上广州的 但是在某些地方 比如说 货运 客运的吞吐量上面 有些地方 它就想要去 争夺一个第四名 因为深圳很小 对吧 你有时候广州上来了 第四名都空缺出来了 可以把深圳都押下去 但这个话 你要想全面超越 我觉得 目前来讲 包括杭州 包括南京就不用说了 包括杭州 包括像成都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才能真正变成所谓的第四层 超过广州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好话 也说一点不好的 就我刚刚说的 有活力啊 预期啊 这也有一个问题 那表示以后你可能有机会 那现在怎么样呢 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那为什么现在房价 只有一万多两万呢 这其实表明一个什么问题 它在很多框架上面 确实不如南京 不如苏州 不如 那跟广州 根本没法比 因为比如说地铁线路 现在说是有302千米 19年12月份已经有这么多 但是它2010年才开通第一条 南京是什么 南京好像得二三十年了吧 二三十年前就有地铁 但你想一下这一方面 你落后别人多少 最近十年才开始有 这还是硬件上 因为硬件赶超起来快 我们中国号称基建狂膜 那这个当然就快一点 但人文上呢 思想上呢 我们知道经商是乐爱消费 当然你经商的这个精神够不够 创业的精神够不够 这些也需要培养 而这种培养 它可能需要一代人的这种 改变 比如说教育的 从这种改变 教育改变 还有就是你要巨大的 对人才的吸引力 然后才可能说 比教育还要快 像深圳这样 人才就直接就来深圳了 他自己没有大学 那当我昨天了解了 就很多朋友跟我说 实际上很多人还是 向往一线城市 就真正最顶尖的人才 他还是愿意去北上升 还有一个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 国内有一些城市 就靠一两家公司就撑起来 像阿里把杭州就给撑 带起来 虽然说杭州本身也不错 但是有这么一家公司 比没有那可是差太多了 对吧 但是成都没有这么牛逼的公司 不说阿里这种 很像武汉都有一些像 风火科技啊 这种互联网 或者比较高科技的公司 但这边非常的少 军工当然了 军工是有 军工这个是国家概念的 但我们不是说要从纯经济 从民营上面 从资本的角度来聊天 那这个国家的西非 这些地方 这些是不错 但是从自己本身 这个创业 从资本 资本的成熟度 这些地方 比起南京 苏州 江浙 广东 包括福建 甚至都要差蛮多 现在这还只是知道花钱 买车买个几百万辆 买个三百多万辆车 在家里开着 但是你要会挣钱的 要会挣大钱的 现在是互联网 是高科技的这个时代 那要有这样的企业 能够把这个城市更好的撑起来 吸引更多的人才 留在成都 加入成都 那在一个底子 比较薄罗 预期比较好的情况下 时代现在也给了 一个很大的机遇 就国内内巡航的提法 肯定不是短时间的 肯定是一个长时间的 中美对抗 一定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 我想美国要想一箭封喉 现在是不太可能的 你除非打军事牌 打科技牌 也不可能把中国一箭封喉 那中国就得往其他的内巡航 往中西部寻找 甚至从资源角度 都要自己去想办法 万一哪一天 马六甲被封了呢 自己都有想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就看 成都能不能很好的 从政府到民间 能不能迅速地学习 中东部很多的先进经验 当然现在你想学海外的经验 估计别人也不让你学 你想跟IBM合作 别人不跟你合作 但是你去上海讨经验 去跟深圳学一下 这个市政建设 这个公务员是怎么管理的 这个效率 企业这一块 是怎么弄的 就是跟上海学 这个资本的这个玩法 迅速地把这个营商环境 把这个人才留住 把营商环境提升 然后这个市政建设 各方面的管理水平 也都提上去 那成都说有1600万的人口 听起来也非常的多 但是仍然不足够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本东京 它的人口负集成都 一个首都 一个城市 以及周边 大概得占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 这还是一个城市 那在一个省里面来说 那应该负集成都更高 那咱们就拿25%来说 那也得2500万 那接近2500万 那所以说这里 从城市化 城市规模角度来讲 这些都可能的 在后面都会有一个巨量的爆发 那这些都是成都的机会 那我们就祝福成都 成都人民 成都的发展